男童子圣经亏虚身体这次个地方会发软无力 看你有没有 首先第一个就是中筋疲软无力 中医认为男性中筋需要靠筋血的乳氧才能得以起立之入 那如果说圣经亏虚了 无法乳氧中筋就会变得疲软无力 第二是牙齿松动发软 吃不了硬东西 中医讲圣长筋竹骨 此为骨之鱼 圣经乳氧我们全身上下的筋骨 我们的牙齿也是骨头的一部分 一旦圣经不足就会出现牙齿松动脱落 吃不了硬东西的情况 第三是腿脚腰膝酸软无力 用不上劲 和第二个道理是一样的 圣经如样我们全身上下的骨头 而腰又为圣之腹 一旦圣经亏虚 首先就表现在我们的腰膝腿脚上 酸软无力用不上劲的现象 最后肌肉发软萎缩 看着这个你可能会疑问 不是皮主肌肉吗 没错皮主肌肉 但是圣经和肌肉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说我们的圣经不足了 先天资本不顾 那么我们的身体不备营养 就会出现肌肉发软萎缩的现象 大家都明白了吗 就会出现肌肉发软萎缩的肌肉 就会出现肌肉发软萎缩的肌肉